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4月16号周二晚上的7点2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涨跌分化 继昨天的纳指100破位之后 今天的标普也是确认破位 那么现在是跌破了5058点 收盘收到了5051点 它的目标是4800点级下方 但是中间要观察一个位置 就是4850点到4900点的博弈 有可能这个地方会出现阶段的止跌反弹 今天美联储有正负两位主席 是发表了对于降息不利的言论 导致整个的国债收益率再次攀升 10年期的国债 已经来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4.7%附近 所以我今天会把目前整个基本面的情况 然后两位主席的发言先讲一下 包括对于TLT的价格走势 也就是后续如果降息次数更少 以及10年期国家周围率 如果突破了某些关键位置 那么TLT的价格会怎么去走 还有就是今天会谈到 包括像SPY 就是SPX这边破位之后 为什么没有去恐慌 就是大家不要太恐慌 因为市场从资金层面的表现上来看 还是比较的情绪稳定的 另外特斯拉的一季度的业绩预期 今天我看到的一些数据 也是非常的糟糕 今天它也是确认破位 稍后也会讲一讲它 另外还有关于像UNH 大家问到比较多的 包括许久没有讲的J&J 今天都会一并讲到他们的财报 以及BAC的财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美联储正负两位主席的讲话 确实对整个的降息预期 是泼了一盆冷水 鲍娃尔说 自2024年初以来 降低通胀的进展 已经是陷入了停滞 这表明经济增长强劲齐头并进 就是通胀和经济增长齐头并进 使央行能够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时间 比之前预期的更长 鲍娃尔说 最近的数据显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信心 反而表明呢 这种信心有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如果通胀确实持续的上升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维持当前的限制水平 另外呢 对于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他表示说呢 3月份12个月的预期变化不大 还是2.8% 目前的通胀情况并不是需求过热引发的 另外呢 副主席杰弗逊也是发表了对于降息不利的演讲 他呢 这一次是没有明确提到降息 这和他2月份最后一次讲话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杰弗逊表示说呢 我的基线前景仍然是通胀将进一步下降 政策利率稳定在当前水平 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强劲 那么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继续实现在平衡 他还警告说如果数据比表明呢 这个通胀比目前持续的时间更久 那么更长时间的维持当前的限制性政策立场将是适当的 两位主席的讲话之后呢 市场是整体降低了对于美国2024年降息的预期 整个的压住今年的降息幅度已经是大幅缩减 目前是40个基点啊 只有40个基点低于讲话之前的44个基点 意味着市场认为只有不到两次降息的概率是进一步提升 那么今天的国债收益率方面呢 也是遭到这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今天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盘中的时候 自11月以来首次攀升到5%以上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收盘是没有收到5%以上啊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曾经触及到了5.013% 另外呢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盘中的时候触及到了4.696 4.696 这个地方呢 我想给大家做一些关于长债的TLT的价格的一些预判 那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 是一旦突破4.7%的整数关口 那么也是11月以来的盘中高点啊 假如哈 那么国债呢 在这技术技术面的推动下 它还会承压 这个地方我就更新一下关于国债TLT的价格走势的一些个人判断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分为几档 目前呢 如果突破4.7% 那么TLT这边的下限会下移到86 86 那么突破4.8 那么的下限会移至83到85的区域啊 这个是结合着技术面的一些判断 那么如果突破了50%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大家看到占上5% 那这种情况呢 就属于连锁反应啊 后面会导致一系列的重新市场的重新计价 那么这个就不不言底了 后面到底是多少 我们再去根据其他的一些数据进行判断 暂时呢 先给大家两个位置 4.7和4.8大家要去观察 由于这个降息预期在24年整个是越走越低 其实我知道打乱了很多朋友的对于降息的压注 现在呢 就是考虑到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信心问题了啊 就是你认为在24年的年底 有没有两次降息 以及25年的通胀回落的速度 是继续维持在现在的不疼不痒呢 还是仍旧它有一个降息周期可以去交易 这是你的一个交易的大的计划 它涉及到包括你的中小盘股 包括你的国债交易计划 包括你对于股票的估值上限的把握 这个都是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 所以我们现在交易的一条主线 依旧是国债 依旧是这个收益率这边 包括利息这边 利率这边的一个进展 这一块呢 都会随着经济数据不断的进行变化 那咱们能做的呢 就是不断的去跟随这些变化 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呢 做一个消化 我在节目中呢 也会尽量的及时多的 到了关键位置和大家进行更新 好 那么其他的经济数据方面呢 今天还有一些 包括像建筑许可这边是非常的糟糕 整个的三月份的这个数值呢 是下降了4.3% 从152.3万份降到了145.8万份 低于预期的151.5万份 新屋开工量呢 是下降了14.7% 这个值跌幅非常的大 那么到了132.1万份 远低于预期的148.7万 并且超出了预测范围 148.7万的下限 那这个值呢 也是出的非常的离谱啊 还有一个呢 是美国的三月份的工业产出月率 是上涨了0.4% 这个是符合预期的 而前值呢 是从0.1% 这个做了一个修正 修正到了0.4% 整个的制造业产出是增长0.5% 超出预期的0.3% 前值从0.8% 上调到了1.2% 这个值 好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一些这个经济数据 我们快速过一遍 然后和大家来讲解个股 很多朋友问到关于UNH啊 包括少量的问到了这个强生J&J 然后呢 今天大家关注包括特斯拉的破位啊 咱们就一并讲过 首先说一下关于UNH的财报 和大家过一遍 然后再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估值情况 那么UNH的第一财季的财报呢 咱们知道啊 在这个财报之前 其实UNH的股价是连续在下跌 主要的原因呢 是它的这个子公司运营的一个支付工具 遭到了黑客的攻击 导致整个的医疗保健行业是陷入了混乱 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准确的接收到这个索赔的这个数量啊 没有办法去预估应该准备多少的这个索赔的这个准备金 那么呃 本季度的财报呢 其实比预期要好很多啊 财报的收入是998亿美金 好于市场普遍预期的992亿 调整后的美股收益呢 是6.91 好于普遍预期的6.61 调整后的收益呢 包括每股25美分的网络攻击造成的业务中断费用 但是不包括公司所说的每股49美分的直接响应的费用 那么呢 呃 UH表示说呢 由于黑客攻击延迟了医保的索赔处理 因此它额外预留了8亿美元的医疗索赔准备金 呃 利曼爱公司还强调了一点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呃 这一次网络攻击对于它调整后的利润影响大不大 很显然 它明确的告诉大家影响不大 呃 但是呢 在GAAP的2024年的每股收益里面是会减少1.15到1.35美金 而且调整后的这边呢 是不大 呃 但是呢 大部分的成本不包括在调整后的业绩里面啊 这是他大概给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呃 UH在经过连续的下跌之后呢 今天呃 终于是让很多朋友呢 暂时的松了一口气啊 涨了5.22 呃 也是脱离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区域 其实之前我们在4月初的时候讲过一次 UH的这个价格走势 当时说的是 一旦跌破了446块钱 那么他会破位 会做一个低步 往下去走下方的两个强支撑的一个低位震荡 那么最近的价格走势呢 他是一直是持续在这个地方呃 来回的在摆动 呃 所以呢 暂时还没有形成非常呃 这种继续走弱的这个趋势 好在是今天财报救了他一命啊 那么调整后的 他的24年的前单估值呢 是423到681 477到762 那么从两年来看呢 目前的价格属于低端位置啊 低端的位置 呃 所以呢 他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既然业绩这边没有出太大的披露 仍旧你看这个技术面的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 是突破497块钱 他将彻底的起稳 重新回到上涨趋势过程中 然后呢 去走估值的中位和上限 反之 如果后面又掉头再次向下 跌破了446块钱 之前认为的这个技术面的破位 做头的低位震荡的判断 保持不变 那么他就会去到下方的396到423 333到360 但这两个位置依旧是长线 长线可以去做的位置啊 长线可以去布局的位置 像这样的公司呢 现在大家其实担心的是 他未来的长期盈利增长的问题 但你看他的增速24年和25年 实际上这两个增速都和标普的 EPS的增速预期是基本保持持平的 呃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如果呢 你想做个股 你要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均值回归 以及呢 这个可能呃 能够有超出呃 这种跑了估值上限的 这种所谓的资本收益 如果你觉得呢 他的增速和标普一样 你想求稳呢 认为你对于他的把握不强 那你就选择做标普 啊 你看这个增速 其实是一样的吧 啊 所以这两个考量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呃 所以这是UH暂时的一个情况 好在是彻底的这个暂时的这个止跌了啊 暂时的这个走势就是回到了震荡区域脱离了危险区域 好 来看一下强生 呃 强生是很久都没有讲过了啊 咱们还是把它的财报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啊 呃 强生的问题呢 还是老问题 其实本季度的业绩都不是很差 主要是之前的那个华氏粉的那个诉讼的问题 一直是悬而未决 那么强生的盈利报告呢 虽然是好预期 但是呢 呃 仍旧对于诉讼大家还是有担忧啊 所以还是下跌了2% 一季度的销售额是214亿 与市场预期是完全一致 和上年同期的呃增长是2.3% 每股收益呢 是2.71美金 超过共识预期的2.64美金啊 这个地方写错字了 共识预期不是共试预期 那么 那公司呢还提高了财务预测 预计全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将在10.57到10.72之间 较之前预测的10.55至10.75美元区间 有所收窄 公司表示说呢 预计全年的销售额是880亿到884亿 之前是878亿到886亿 另外呢 关于这个诉讼案件呢 今天在公开的声明中 是没有提及任何的和他相关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 后面在接受采访时 他的首席财务官CFO 表示说墨贤公司仍在努力解决华石粉的案件问题 这个地方我想提示一下关于J&J的一些风险哈 主要是技术面的风险现在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这个诉讼和赔偿本身就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他的最终金额其实是可大可小的 就是说你认为他特别大呢 一下赔的特别多 一笔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 他就是也行 对吧 但是呢 有可能对他的业绩造成多年的拖累 所以在这个案件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之前 他的业绩现在的这个估值情况 包括他的24年25年的EPS的增速情况 其实都是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些诉讼赔偿的费用 最后都是要记入到他的这个美股盈利之中的 所以目前这个估值呢 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参考呢 是让大家知道在现在当前悬而未决的案件前 他应该多少钱 他就是一个低估嘛 但是一旦那个结果出来了 赔偿的金额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范围 那他这个值可以大幅变化的 所以呢 大家这种情况呢 估值只能做一个参考啊 不要太严格依赖于这个估值 目前的基础面的走势是非常困难的 我给大家的个人的看法是 143到145.5 这个地方一旦跌破之后 他会走空 他下方的支撑力度都非常的弱 这个风险是不太好去衡量的 所以如果没有参与强升的朋友 我的建议是大家尽量不要参与 好吧 不要去参与强升的交易 因为存在特别大的不确定性 那你说你已经参与了怎么办 那你就看一下143块钱这个地方能不能守得住 今天也是低点打到了143 暂时守住了 后面如果破位你就知道 那么市场担心在加剧 不是在减少 好吧 143你把它作为一个 你从技术性心理上的一个分水领 好 另外再说一下美国银行 简单的提一下 美国银行的情况是 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67亿 调整后的美股收益是83美分 高于预期的76美分 营收是258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255亿 净利息收入是142亿 比一年前的146亿有所下降 但是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50 这个是有所下降 另外它表现比较差的是在固定收益 货币还有大宗商品交易 就是高盛表现不错的FICC的业务上 它是下降到了32亿美金 这一块就没有高盛那么强了 那么它的估值波动情况不是很大 24年的前瞻估值是31到55 中位43 那么目前是34块钱 是在24年前瞻估值的下限一点点 是属于没有被低估 另外25年前瞻是33到60 中位是46块钱 那么24年的EPS增速预期是-8 25年预期是-8 那么它需要看的 其实暂时是一个比较打酱油的一个行情 就是因为32.9到34.7 今天刚好跌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 这个地方你想一口气跌破 现在看起来有点困难 对吧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跌破之后会走一个横盘 就是从34块7到下方的28块6 这个区间 就是下方的这28块6 30.0这个强支撑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到上方的34块7 这个里面会去走一个震荡 会形成一个这种震荡 震荡相体的横盘模式 然后再去寻求后面的 比方说降息预期的增加 还有业绩的提升等等 那个就需要时间去耗了 暂时技术面上它就没什么看点了 如果这个地方不跌破 能够止跌 它依旧维持的还是比较完好的上行走势 未来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上去走 去走这个估值的 这个均值回归 去走这个估值的摆动 这是未来的美国银行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呢 尽管是跌了3.53% 但其实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点位 或者说破位啊 或者怎么样 那属于比较平淡的 我个人认为从大方向上属于比较平淡的 好 最后呢 来说一下关于标普的情况 标普在日线级别 首先看一下 日线级别 今天标普呢 是跌破了5058是一个破位走势 但是啊 市场在连续经过了三天的下跌之后 其实空头的力量是已经得到了部分的释放 现在市场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恐慌 给大家看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 目前呢 在标普的putcode的未平仓比例上 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呢 在下降 反而在下降 尽管总的持仓 未平仓的总量还在上升 但是呢 这个put这边呢 是有部分的获利了结 他们正在下降 好吧 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证据 其实不光是标普了 我们看一下纳指100的情况 也是一样的 它也在下降 包括今天破位的特斯拉 其实情况都差不多 那么 其实我想说明的是呢 如果市场短期内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迹象是什么呢 是这个在成长股的走势上 大家看一下 成长股啊 很多小的成长股啊 科幻股啊 包括这种 这种成长型的股票上 今天大多数都是在两个点左右以内的这个跌幅 涨跌幅度 并没有出现 由于标普出现 这个破位之后的大范围的暴跌 所以呢 我才说 恐慌 它其实并不恐慌啊 市场还是在 比较缓慢的 想去利用最近这个时间的逢低再去布局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呢 是标普在整个的日线级别的走势上 从现在如果继续下挫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ISI啊 今天是已经跑到了24 如果继续下跌 短期在日线级别会进入超卖区 这个呢 进入超卖之后呢 属于短期有可能会有止跌和反弹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去关注4850点到4900点博弈的原因 这个位置呢 我预计市场呢 可能会想做一些反弹 反弹啊 我说的是反弹不是反转哈 通常市场的下跌呢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上涨过程中再回撤啊 首先回撤 然后再上涨 或者在下跌的过程中 反弹再下跌 都是很长线的 它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严肃的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破位去追空啊 去追空 你真的想要空 你做什么地方空啊 叫高空反弹空 对吧 然后上方去设置 设置这个止损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 千万不要去追空 不要去追涨杀跌 这种做法一个反弹呢 就会打得你措手不及 而且点位呢 你开的也不是很好 好 这个呢 就是对于标普啊 指数的这个看法 另外呢 最后我想说一下 关于这个特斯拉的情况 特斯拉 我刚才说的这个 包括这个标普的 这个SPY这边也是一样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 它是504破位 下看477 及下方的啊 但是中间呢 还会有一个484到501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支撑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有阶段性的 由于超卖之后的小反弹 小企稳 好 最后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情况呢 是今天是一个确认破位的走势啊 跌破了160块钱 而且呢 今天是跳空掉下去的 今天的这个形态 严格来讲 它不能算是一个止跌形态 因为它的位置是把上方的支撑位 跌破了之后 形成的这种形态啊 所以它的位置收盘受的是比较弱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去博反弹 没有什么意义啊 因为空间非常的小 160块钱就是压力了嘛 你博它就两块钱 你博它干嘛呢 那么 所以呢 还是仍旧需要等待 155级下方 把空间腾出来 如果你想打反弹 对吧 打拨断 136155这个区间 然后你去博反弹 博到160到170 中间你还有20块钱的想象空间 你不然你现在两块钱 你想象什么呢 没什么想象的啊 然后呢 基本面上 今天看到一个比较糟糕的 一季度的悲观预期 那么 Factset这边的数据显示呢 华尔街预计 特斯拉在一季度的 营业利润率 只有6%啊 这是一个非常 糟糕的数据 它的同比 2023年的一季度的11% 还有2022年一季度的19% 它就是掉了 不是一星半点 19和11 直接掉到了6% 所以 希望大家 要引起重视啊 特斯拉目前的 基本面的这种弱势情况 还没有得到释放 或许呢 在就是这种 还没有得到改善 或许在财报之后 把所有的利空 全部放完之后 还没什么可放了 那个时候呢 股价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 当然了 它现在离我的这个买点 是越来越近了 买点呢 跟大家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啊 我的买点呢 是136到150 会去加仓10% 这些地方呢 就是择机去加 看到有比较强力的买盘呢 然后增量 然后呢 有一些看上去不错的日内形态 那么就去加加仓 好吧 至于后面 它是不是还能跌破136到什么100块钱 这个呢 我就暂时就不做这个推测了 暂时呢 我目前认为136到155 还是有比较大的 这个博弈空间的啊 至少有一个波段的博弈空间 反弹空间吧 是可以搏一搏的哈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关注啊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多的点赞评论转发 那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